讲到这一次的美国国会议员的参访团 我们看到其中有一位是这一位 美国的众议员史罗金 他就透露了 他说这个访台的行程曝光之后 他的办公室马上就收到来自中国大使馆的讯息 直白要求要他们取消行程 这是什么样阿靶的行为 永宏议员中国以为美国是他们的小孩 怎么会叫人家取消行程 其实中国要求人家取消行程不是第一次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捷克的议长副议长 然后他们的议员的访问团想要来也被警告过 事实上全世界所有人 不管是名义代表还是官员想要来台湾 就一定会被警告希望你取消行程 所以Solkin他可以不用讲这个事 他为什么要讲 他就是说用我们台语 台湾人来讲 你把他威胁 你做骂不但不接受还要告诉全世界 一般可能被威胁就算了嘛 反正我还是要来默默的 他就故意还要讲出来告诉全世界说 我来就是要到台湾 然后我们看这个Nancy Mace 他更厉害 他就是贴了一个叫Republic Taiwan 他说我落地了就在哪里 落哪里落台湾共和国这个地 刚刚我们委员讲得很好啊 他说他说他是要选举的人耶 他贴这个不是给台湾人看的 台湾人又不认识他 就算有他粉丝也没多少啊 谁在追踪他啊 他的选民才在追踪他 他是贴给他的选民看的啊 如果不是他的选民说 他的选民就是说这个台湾要支持 如果他选民没有这样子打电话要求他 他怎么去take the Republic of Taiwan 这说得很像的耶 然后他最后他可以转着一下 我忘记了我搞错了 我想说台湾嘛 也是中华民国也是台湾嘛 所以我意思说其实已经很清楚 那大家要看喔 最近这几个国际事件 对于台湾的访问 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很强烈 他就已经有鼓励官员要来 这个访问台湾嘛 所以他有一个旅游法嘛 大家记不记得 还有台北法案 同样台北法案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希望要维护台湾 让世界各个小国家 各国要跟台湾进行这个 外交上联系时候 如果遇到威胁 美国要协助 如果这些国家 因为他要跟台湾的联系 而被中国打压的时候 而改变了对跟台湾的关系 美国要惩罚那个国家 所以美国是从去 其实从这个老布希 从拜登之前 应该说从川普开始 一直到拜登 大家以为会改 都没有改 一连串的法案 从军购军事的 到强化外交关系的 到这个旅游 鼓励官员旅游的 各式各样 以及一再重提这个六项保证 以及把台湾关系法 放在三个公报之前 这是很不一样的 就表示美国对台湾很重视 尤其是我们不要以为说 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 当然他们是像我们的立法委员 一样是国委员 但是美国这个是很明确三权分 他们三权跟我们理解的是不太一样 美国的国会是有行政权的 他的三权分是我分给三个机构 三个机构的权力都有相同的 只是比如说你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大一点 立法权小一点 立法部门的立法权大一点 行政权小一点 他其实是有的 所以美国国会议员的权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美国国会议员是可以直接把官员叫来 开公听会 甚至可以开调查会的 我就直接调查 我就觉得你官员 我可以起诉你的 美国国会议员可以直接说 我把你这个预算没有 我连你长 像台湾我们预算 你看到国民党挡了那么久的预算 但是政府还是照开门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去处理人事 那个是去年有编的 你就知道照编照过 美国不是的 只要众议员参议员说我你这个预算 我不给你过 你没有看过美国州政府 你没有看过白宫关门吗 美国联邦政府是我没有预算 我们第二天我就关门了 大家无法办公 没有办法去办事 没有办法申请 这美国国会议员是很大 这样子权力大的国会议员来到了台湾 他要召告给他的选民 召告美国人说我来到了台湾 他还要故意发一个消息 告诉美国人 不是告诉我坦白讲 不是告诉台湾人听的 我们台湾没票 告诉他美国的选民说 我让你们知道我到了台湾 而且我还让你们知道 中国威胁我不能来 我就来了台湾 那大家清楚的知道说 为什么他们这一趟到台湾 是因为他们要去绕军 因为住南韩有美军 那他们这个 这个退伍军人委员会 其实本来就是在处理军人 跟军人退伍之后的 这个包括职业 规划健康身心 住房医疗等等 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绕军的行程 然后跑过来台湾 事实上这意义很大 你要想想看 我们的前一战是在哪里 在韩国 南韩是有住宅大量的美军 因为那个守住南北韩中间的 38度线之外 南韩也是中国一直 那时候要装这 我们这个飞弹防御的 美国要装SAE的SAID的时候 说要装在南韩跟日本 中国很反对 他觉得他为什么 如芒刺在背 你美军就在南韩 就在日本 你三不五十就在旁边 虽然我整天威胁台湾 但是你们在旁边我也很害怕 这一群众议员 他们有不分党派 有民主党跟共和党 过去会常讲说民主党会是一边比较亲美 一边比较亲中 就像一起来 他们之前是先去绕军 对 你要知道很大的讯息 他是在让包括美国驻韩国的军人知道说 我们下一站要到台湾 这给美国的军人很大讯息 知道说台湾的安全也攸关我们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台湾这个有史以来状况最好 而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只有包括国民党的朋友 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用一句红绿湖 我刚刚讲的 谁是你的朋友 谁是你的敌人 你分不清楚 每次都去拥抱 要给我们寄付的人 每次都去巨赤 要给我们做朋友的人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样 我们有电话就打给你们的 那个选区的名义代表 说拜托 美国送我们四百万剂疫苗 你现在人家在家都没人家 借口 拜托大家稍微听一下 好这个台美关系 真的可以说是史上最好 而且是越来越好 明玉姐这边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啊 这个使罗金 他特别告诉大家 中国这样威胁 他要他取消的行程 其实跟全世界说了 就是要让中国看嘛 对 我先讲了 因为就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等于说 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也是相较都锁在国内 都不能出国 那现在疫情 慢慢渐缓了之后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就非常积极的开始 要开始来到亚洲国家 所以有没有下一团 绝对有 而且会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都排队 要等着要来这个亚洲行 那事实上第二个 就刚刚永宏议员讲很多 那对 那再补充 也就是说 国会议员他的权力很大 而且他会提相关的法案 或者说要过相关的法案 所以他来台湾 有点像是田野调查这样子 就包括说提了这些友台法案 那我们知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亲自来走访 那现在疫情解封了 他们当然觉得说 如果外界都形容说 台湾现在已经是 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然后要过那么多的 友台法案 要授予台湾这么多的武器 他们是不是必须要来 亲自走访 像上 像这个11月出来的 那个Kerning就是 他就是对于这个美国的 对台湾的这个空军 他是非常的了解 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来就是 有来做调查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去国防部 要我们的这个参谋总部 来帮他们讲解 这个两岸的情势 他们在提法案要非常负责任 那尤其他们如果说 台湾现在是最危险的地方 中国虎视眈眈 他们当然有必要要来了解 不然这个法案要怎么过 所以他们必须也回去 做一个有力的说客 来说服这个同党的同僚 甚至这个就是说 对对手阵营 大家一起共同来支持 这个友台的法案 甚至说来授予台湾 防卫性的武器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必须讲说 这个Mercy Nancy Nancy Mast 他就是说贴了一个 Republic of China 台湾 那事实上大家也知道 就是长久以来 这个台湾本来就是这个 你在国外如果说 在美国 如果你讲Republic of China 真的大部分人会以为是中国 所以我觉得 他现在讲台湾 脱口而出 也是大部分美国人 对台湾的一个印象 是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讲到 中国就是不断在阻挠 我们台湾的外交 看到我们在外面 交朋友的没欢喜 而且还常常派军机 三步时就来绕台 现在更让大家担心的 就是怕中国 挖取我们台湾的 高科技专业技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心